马铃薯俗称土豆、洋芋、山药蛋等 是我国主要的农作物之一 全国各地对它的称谓不一 做法更是花样百出 甘肃东乡人把新鲜土豆放进挖好的土坑 焖烤出喷香诱人的地锅锅土豆 西藏日喀则人将土豆与牛油混合做馅 用青柯面皮包裹 制作出内馅松软油润的藏式土豆包子 甘肃定西人将绵密的土豆蒸熟后 反复锤打做成弹性十足的洋芋脚团 而在云南贺庆 人们会将洋芋煮熟压泥捏成丸子 炸制成洋芋松酥 将洋芋切丝裹面 还可炸制成洋芋螃蟹 洋芋切块后先炸后炒 又能做成腊炒洋芋 这些都是当地最常见的洋芋吃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